贺朗特 为真爱干杯 有请 河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各位女嘉宾 你们好 我是张永健 今年24岁 来自安徽 现在是一名国标舞老师 谢谢 我们来看《恋爱闪亮》 本嘉宾有马上拖单去约会的 去约会APP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男嘉宾有一个角度有点像霍建华 漂亮 漂亮 最帅 港中真的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我希望女生可以有学习的冲动和欲望 10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一个很有学习欲望的人 但是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坚持不久 你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所以你就需要有一个男朋友去监督你了 对 好的 明白了 张露文 男嘉宾 你好 我不需要人家监督 因为我本身就很有这种探索 就是未知的知识的欲望 打个比方 如果我在某一个新闻 或者某一个电视剧当中看到了 我不太清楚的历史方面的知识 或者地理 我就会去在网上翻网页 翻个一两个小时 就把它摸清楚为止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要求 我还是挺符合的 对对对 其实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 看电影会遇到一些不认识的诞词 我可能反复地去查把它给弄懂 我也是 因为我看唐顿庄园 就是为了想学习它里面的音试发音 对对对 我也是这次疫情的时候 刚把唐顿的六记全部追完 好大 他还说碰到了不认识的单词 去查一下 那一个晚上就不要干别的了 余露 男嘉宾 你好 就是关于学习的欲望 我其实特别想跟你去分享 就是我觉得不仅是学习一个技能 或者是学习看一本书 我觉得能从周围的人身上 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孟非老师很深邃的思想 不不不 您看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黄老师的这个优雅 对吧 然后甚至我觉得今天我再 再来这个台上之前 没有没有 陈老师 陈老师 还有陈老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我的低调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 其实我就想学习你的低调 太对了 然后我觉得从他们身上 感觉到一种很蓬勃的这种生命力 应该叫做 我身上还有蓬勃的生命力吗 有有有有 我这么多年 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别致地夸我 我跟你说我马上就膨胀了 你继续说我给你十分钟 你先慢慢说 那我就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云露我想问你 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我自己最大的优点我认为是善良 这个好像比我们都高级很多 没有 反正至少肯定比我高级这个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不喜欢女生 明明是每次我强调 是每次知道自己错误 但是也不承认 蔡孝然 像我的性格的话 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呢 我可能我不会说 对不起我错了这六个字 但是我会以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送你一双AJ 我觉得这个方式 比对不起我错了要好得多 请你保持这个风格 所以就是说你是说一定要听到这个态度 还是说其他的方式你也能接受 对 其他方式也是的 就是说在恋爱关系中 男女之间关系我觉得也是平等的 偶尔女生也是要让男生知道 他也会包容你 就哪怕你是一点小暗示 你比如说发个微信说你在干嘛 吃饭了吗 这其实也是一种 这样就可以了 对啊 好 剩钱了 抖音里边有一个 妈道歉的只有一个方式 出来吃饭了 难得有一次这个气还没有消 说我不吃 下一句是 爱吃不吃 爱吃不吃 我给你脸了是吧 18号 哈喽男嘉宾你好 然后因为刚刚你有说到 在恋爱里面就是男女是平等的嘛 其实我对你这个恋爱关系是非常认可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就是要一味地去对你好 在恋爱里面我觉得是相互付出的 而不是说让 就因为他是一个男生 就让他多付出啊 或者说就这个意思 我非常认可这一点 好的 来 开始第一条片子 色彩锋芒 举止乖张 都不是我 但我足够了解我自己 我是谁 我是江永健 是一名国标舞老师 每一个动作 都注入了我的灵魂 步剧和步速 框定了我律动的节奏 足够热爱 可抵挡枯燥和漫长 双人舞蹈 需要两个人足够的默契 但日久却不可生情 步调最一致 想法却有时充满矛盾 我从未和舞蹈搭档 产生过感情 职业始终是职业 感情不能掺杂其中 在许多人眼中 总觉得年轻的我 肯定是夜夜升歌 海报通宵 其实并非如此 我九点睡八点起 热爱生活也享受生活 熟悉我的人 称我是老干部时生活 但每一个老干部 都应该有一步 进入的 我们场上也有一个跳国标的女嘉宾 是吗 李璐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也是跳国标的 是吗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其实是很多很多 都是从小跳舞 然后到最后就步入婚姻殿堂了 然后但是我就 对于男嘉宾有点好奇 我就觉得 为什么他会没有跟舞伴 产生这种情感上面的共鸣 因为我觉得 国标男女搭档 可能会经常因为一些舞蹈动作 或者舞蹈理念思想会吵架 对 那两口子 可以认为一万种理由吵架 而分手 对 那这样吧 你们先跳一段 然后跳完了再聊好不好 好 来 可以吗 你看这个眼神一交 沟通了这个默契 你看 哎呀 我拍摇 你那边就会有什么 那边就会不行 你要 dead 找什么 你 refund 我拍摇 你啊 我拍摇 谁啊 杀爱 你呀 被摇气 刚才那个男嘉宾和13号 跳这段舞太惊艳了 看一段这么优雅的舞蹈 我觉得就必须要喝狼牌 特取位珍爱干杯 干杯 喝一点酒跳这个舞 会不会有另外的一种感受 会更火热 尤其是那个拉丁 那个标准表情 是吃了十个辣椒 一下没消化的那种面部表情 是这样子的梦 我可以学一下吧 你来一个 准备 对了 是这样 24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是我刚才看VCR里 跳舞的时候和那个女伴的动作 比较亲密 暧昧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之前有过女朋友 因为这种关系的话吃过醋 肯定会吃醋的 大部分女生的话就会觉得 男生的手为什么 搭在女生的腰上面 就会很介意 之前遇到这种吃醋 你是怎么解决和应对的呢 就我会跟女生说 这应该是我们的专业 也是我们的职业 她就要求我们做到专业 我觉得女生的话 如果慢慢地去了解这个专业 了解这个舞蹈 她需要这样子 她会理解到 我觉得像这样的人 你要试图去跟她交往的话 我们对那些职业的特点 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一些特种行业 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 去做一些事情 不是我们能想象 不是真的 我不喜欢你干这个事 你跟我谈点 你以后不许跟她跳舞 你跳舞可以 手不许摸她 你如果跟一个人体育舞蹈 提出这种要求 除了显得你也很傻 不能证明任何别的 我接受不了我男朋友 摸别人 那你就不要跟她 有任何的交情就OK了 对不对 刘铭唱 看了你的VCR之后 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乖的男生 我很喜欢你的生活方式 24岁就已经开始养生了 我才9点睡 我的天哪 这是个好孩子 你看那些老外到中国来 跟他们岁数差不多 那些姑娘到中国来的第一年 天天大桶喝冰水 到中国来一年 每天都喝热水 第三年开始 热水里边泡枸杞 我们中国文化非常强大 来来来 23号 我是一个那个反变派的 我是失眠的 所以我是想要那个 像那个男嘉宾那个 吸取一下那个 养生的 就是教我一下方法 这个小窍门就是 坚持泡脚 对 泡脚一定要放中药 药材 高齐 先喝 喝没喝完的倒下来泡脚 不能先泡 泡完了喝 味儿太大 那很难睡着 对吧 对吧 来 看下一条 在爱情里 我是个平庸的作者 没能写出热烈轰动的故事 但是我的初恋很美好 忽然一瞬间长大 我们相同专业 因为国标舞相识 在一起的时候 它很体贴 照顾我的一切 下雨带伞 天冷穿衣 面面俱到 面临毕业 各奔前程 没有责怪 也没有争执 我们就分开了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我的每一段恋情的开头 和结局都一样 我的第二次恋爱 只维持了短短几个月 它按照父母的意愿 回到老家 我希望未来的女朋友 有一双漂亮的眼睛 我希望未来的女朋友 我希望未来的女朋友 有一双漂亮的眼睛 我已经在与你相见的路上了 你就等着别动 让我奔向你 张璐文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看你 就是视频介绍里说 你喜欢找的女朋友 就是要有一双漂亮的眼睛 是放在第一条的 说明你比较在意这一点 那你要不要 看上我眼睛 漂不漂亮 这个相当于快要爆灯了 我需要近距离开 我有点近视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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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挺好 你也不这么挺着 很好看 我会一旦转身 我没割过 我没割过 大家都很尴尬 快回来 快回来 难得有这种娇羞的时候 蔡孝然 我看你最后结尾说 是以结婚去谈恋爱 是不是说你对自己的 结婚年龄有个限定 说大概什么时候要结婚 或者谈多久叫结婚 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 跟女朋友一定要是商量好的 都是相互尊重 比如说有的工作 她是特定的那个年龄 她不能那么早结婚的 然后 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 蹦蹦蹦地一下 你们灭灯是特别着急想结婚 你看男嘉宾有点含糊 所以就灭了吗 应该不是 就是说结婚一定是要商量着的 就不能就是说我想结婚了 我就一定要要求你结婚 行 好 谢谢 20号 男嘉宾您好 这边 我想说一下我灭灯的原因 24岁追求健康生活 您不会觉得说是 我现在还年轻 我就追求健康生活 我没有出去玩够 您不怕30岁的时候 您突然一想 我为什么以前没有玩 其实我自己的话 其实不是很喜欢去泡巴这一种 你可以说我们可以去 清巴去聊天 也可以出于旅游 对 真的是个人兴趣不一样 对 他们那边几个月 就是那个夜店那种玩 他们才叫玩 其他的不叫玩 你说你喜欢听个交响乐 对 那个不叫玩 那不叫玩 旅游不叫玩 那个一定东吃大吃到天亮 那个才叫玩 对 这都是对的 这见不着啊 你9点睡觉 他们8点出门 这个 17号 那你有在曾经的感情里 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吗 我一直都比较 比较理性和严谨的对待感情 就像我对待工作和学习一样 就是我一定是按部就弯的来 太理性了 她做过最疯狂的事 为女朋友11点半睡 你服服服服对吧 够理性吧 拼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优点吧 这是看不同的人 她的这个特质 在有些人眼里 个个都是优点 在有些人眼里 一条都忍不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好吧 你对于爱情憧憬当中 最幸福的瞬间会是什么样子 就是可能我们白天 自己忙自己的工作 然后晚上的话 如果是可以的话 可以早点到家 我们可以一起 做饭 做菜 吃完饭也可以出去 我们可以养自己的小宠物 可以出去溜溜狗 散散步 最后留灯的是崔盛洁 来 我们看一下制推 我真的很好奇 这一个大数据制推女生 谁是这样一个养生咖 全国销量遥遥领先的 知识酸奶 长知识 问您介绍这位男嘉宾的 制推女生是 王露宾 22号 理由是这样 男生 阳光有活力 做事认真有调理 干净整齐热爱生活 懂得关照他人 乐于助人有情怀 女生 充满活力和朝气 性格温和善良 包容善于合作 也愿意分享自己的感受 享受和爱人相处的时光 两人都热爱生活 愿意自己烹饪美食 重视家庭也有很高的 品味和审美 个性相近 容易沟通 共建美好生活 供你参考 嗯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恋爱了 然后你发现 我身上有你忍受不了的缺点 你会怎么办 王露宾 我觉得他都很好 但是我就考虑了一点 因为我现在工作的作息 是跟他不太一样的 从事电商工作嘛 晚上都是到凌晨一 二点钟 有的时候做活动 还要再晚一些 所以我想了一想 我觉得我们俩生活中 可能会有很多冲突 然后我就给灭了 其实是蛮喜欢的 但是觉得不太合适 这个宝宝有他的 一定的特殊性 其实我觉得我的忍耐度 还是挺大的 然后我有说过我喜欢大叔 我觉得我是喜欢 因为在我的认识里 大叔会很照顾人 但是当男嘉宾 就是后面的那些VCR呀 很成熟 尤其是他的老年人生活 我很喜欢 下了班以后 我会没事去画画画呀 或者说是干什么 因为我就是之前 是从事幼教的嘛 所以这是我留灯的原因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去考教资 其实我对教师这个行业 其实我还蛮执着的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去考教资 其实我对教师这个行业 我觉得教师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值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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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好 所以 所以 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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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牵手吗 officers 太棒了 哇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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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噢 笑的呀 好开心 感谢的结束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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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